二鸭小秒招 食物又有趣 大家好 我是二鸭 前一阵微波炉加热葡萄产生电糊的视频成了新闻热点 估计大家也有看过 那二鸭通过这个新闻要提醒大家的是 微波炉虽然方便 但微波炉加热食物爆炸的新闻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所以二鸭今天就来告诉大家 微波炉里绝对不能放的食用东西 一 带壳食物 有壳或有膜的食物不适合进微波炉 容易爆炸伤人 比如说鸡蛋板栗等 但有些朋友会用微波炉热糖炒板栗 这也是不行的 因为刚出的板栗可能在你咬开时爆裂 可以的蒸汽就会烫伤嘴 建议先在板栗身上切一个开口 二水 微波炉加热水时水不流动 只是温度升高 有可能过得沸点还没有沸腾的迹象 这时候稍有扰动 比如说打开炉门去拿水杯 里面的水会猛烈的沸腾造成烫伤 三 核装牛奶 千万别直接将密封这的核装牛奶放入加热 会爆炸 四 水果 像鸡蛋一样 表皮密封的水果如葡萄 是不能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的 加热会爆炸的 五 辣椒 辣椒其实不会有什么事 但是当你打开微波炉的门 热辣椒中散发的化学物质会刺激双眼并灼伤喉咙 这一点都不好玩 六 包装袋与快餐盒 包装袋和快餐盒直接放到微波炉加热 容易被微波炉内的高温点燃 导致炉内起火并产生有毒气体 七 金属器皿 放入微波炉内的铁铝 不锈钢 糖瓷等器皿 在加热时 会与之产生电火花并反射微波 既损上炉体又做不熟食物 严重的还会引发火灾 八 锡箔纸 任何金属 就算是包裹剩菜的铝箔锡箔纸 也不能放到微波炉会着火 九 密封器皿 这个和加热密封鸡蛋一样 严重者也会爆炸 十 什么也不放 如果你让微波炉空转 可能会让微波炉整个爆炸 因为没有东西吸附微波 磁电管最后会吸收微波 然后把自己给毁了 虽然说了这么多 其实只要不乱把东西放进去 微波炉 就像我一样一个十分钟